那在調色的時候我覺得你不一定要保留完整的動態範圍 就是所有的高光你都保留 所有的暗部都保留 我自己是喜歡 就是如果我想要呈現的東西可以凸顯就可以 所以如果有一些高光炸掉我覺得是還OK 有一些暗部我直接把它壓到死黑 我自己是覺得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只要讓我們的中間階調我想要呈現的東西看得清楚 其實這都是一些